幫你去查詢你要的編號 那怎麼查特別注意 第一個 再把這個剛剛做完的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 請你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做什麼呢 把它再 記得不要剪到等號 記得再插入一個什麼 第二個需要用到的函數 叫做 檢視與參照 剛剛是文字嘛 現在是檢視與參照 就查詢的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最後一個 就Vidue函數 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因為這個函數 真的比較難 因為它的 按確定就知道了 它總共會問你四個問題 你要把這四個問題分別回答 它就會幫你查出來 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 LugarValue 就是你要查什麼 請你把剛剛剪下的東西貼上 Ctrl V 查108 第二個的話呢 Table Array 告訴他說 我的要查的東西在哪裡呢 在單位裡面 那單位裡面特別注意 這個 這個題目已經幫我做一個對照表 你只要按一下 F3 F3 之後 這邊就要 它會跳出一個對照表 就是要查什麼 查一個對照表在哪裡 在單位裡面 單位就指的這個 按確定 然後呢 你要查的這個 Col是Col 指的是藍 藍的話 Index 第幾藍的意思 那總共有兩藍而已 第一藍是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單位 第二藍才是它要抓的 所以我們要抓的是第二藍 就B藍的東西 那比對方式 請你輸入0 0的話是 要 比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個時候呢 你把問題填上去之後 有沒有 答案就出來了 總行 有沒有 審查部 也就是說 我把108 要查的 查對照表 裡面的第二藍 完全比對之後的話 它會幫你把結果 帶出來 我們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全部的什麼 單位全部 查完了 這樣應該比較快很多吧 所以 以前呢 你要 花很多時間去查詢的 這個時候的話 馬上就可以 把要的東西給查出來 OK 第一個 特別是這個地方的話 是那個 Vidoka 的第一個單位 第二個的話 主別 主別一樣 就是說 它的那個第幾個字 第一個字 是 主別 主別 比如說 更正一下 應該是第幾個字 第 第七個字吧 67 A 有沒有 所以它的主別應該是 主別的話是 A是什麼 一般的銀行業務主 所以回來的話 也是要一般 銀行業務主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也是一樣 我如果要抓第七個 所以 這個做法跟剛剛一樣 也是插入一個什麼 MID 去抓第七個的一個字 然後去查 查哪一個呢 查主別 就可以查出來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我們分兩階段來看 第一個 是MID 第二個的話 是Vilka OK 如果說你有些地方 來不及的記的話 切記 在那個什麼 在雲端上面 有畫面 畫面先換給各位 雲端辦辦裡面 有那個 最後完成的畫面 主別怎麼做 主別也是一樣 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個要先查到 中間這個 它是第幾個字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 先找文字 有沒有 文字類的 然後它是MID 如果我們也是分兩階段來說 MID 然後找這個編號裡面 第幾個字 第七個字 你要抓幾個字 抓一個字 這時候有沒有A回來 有吧 其實你大概可以慢慢來 你就是這邊看一下是不是A 是這個的裡面的A 第七個字 抓一個字 好 這樣的話我就抓到A 按確定 可是還沒完成 它的主別 是A 可是問題它要的不是一個A 而是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這個東西 所以 在Vizic函數裡面的2 指的是這個是第1欄 這個是第2欄的意思 要查 一定是查第1欄 抓回來的一定是第2欄 那當然將來你這個對照表 不只是說 只有2欄 也可能有3欄 你可以抓別的資料回來 所以這邊的話怎麼做 第一個 把 這邊剪下來 不要 剪的時候不要剪到等號 剪下來 再插入函數一下 用什麼呢 減4與參照 的最下面一個 Vlook函數這個 按確定 那查什麼 把剛剛的東西再貼上去 查A 查在哪裡呢 按F3 特別是F3按下去 裡面有沒有主別 有主別 主別裡面的第幾欄 第2欄 比對方式輸入一個0就可以了 好 按確定 馬上可以幫你全部查完 有沒有 升等的話 升等值的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到現在